昨天国会再度超时辩论 并且发生了差点阴沟里翻船的事 那贸销部2018年财政预算案 差点是不过关的 在委员会阶段总结的时候 希望联盟就发动突袭 要求记名投票表决 那副议长就马上响铃 号召国政议员进来投票 那结果就引起在野党议员的不满了 一些山山来迟的这些国政议员 包括这个亚罗亚国会议员古乃光 边加兰国会议员阿沙利纳 还有这个丹南国会议员 莱米翁姬呢 却依旧可以参与投票 那最终赞成跟反对票的比数 是52对51票 以一票之差惊险通过 那这个结果就让反对党议员 激动不已了 昨天晚上8点多 国会议员厅内又在吵吵闹闹闹了 在野党议员质疑副议长在冒销部财政预算案三毒计名投票时 故意放水拖延时间让至少三名的国政议员进去投票 而最终是以52比51的成绩反超成功 就这件事情 朝野议员在议会厅内是大吵了将近半个小时 而最终29名的在野党议员更是集体离席 冒销部的财政预算案差一点点就阴沟里翻船了 在野党说是因为副议长刻意拖慢时间才成功挽回 针对这一点 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就发文要嘲讽在野党就说他们死不服输 阿莎丽娜表示国会昨天已经以52对51票 简单多数通过冒销部财政预算案 但是在野党看起来似乎不买单 并在议会厅里头宣让 他认为在野党应该接受事实 投票过程遵循议会常规来进行 因此外逼们应该尊重这项结果 以上就是阿莎丽娜文告的部分内容了 那今天记者在媒体室这里也逮到机会追问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拉菲兹表示希望联盟这一次功败垂成 不过对于国阵来说可是当头伴赫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六名一党国会议员昨晚是打破一贯的弃头做法 他们投下了反对票 不过还是有两名一党国会议员弃头的 结果就引来希望联盟非议了 说他们是功亏一篑的祸首 针对这件事 一党宣传主任纳斯鲁丁就维护自己人 反向说 如果你们希望联盟真的这么认真要赢 那为什么没有权道呢 还有26名希望联盟议员又为什么缺席呢